寻觅古寒沟 讲述扬州与运河的渊源 用人工的方法 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割壑 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 把它连起来 就是最早的运河 泛州寿西湖 发现运河带来的千里水岸 寿西湖是一样就大运河的一个资源 运河三湾 走进清水绿地 江都水里枢纽 滔滔长江水滋养运河两岸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34季 水阔翻墙运河市 正在播出 远方的家设置组 继续大运河扬州短的拍摄 设置组邀请到顾芳老师 他曾参与中国大运河深移工作 是研究扬州运河文化的专家 我们沿着城里的古运河 来到位于市区北部的黄金坝 这一段河岛就是古寒沟遗址 在这里 顾老师向我们说起古寒沟的发展变迁 城市的摆面是长江的古岸 就是我们这边都是长江嘛 江岸的高地上面的水 它就自然地就流下来 流下来以后呢 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自然的沟壑 到了公元前486年 吴王福采呢 这个他为了摆上争霸的 利用韩国的这个诚意啊 来营造它的这样的一个城池 同时呢就是用人工的方法 把这个自然的这样的形成的沟壑 和江淮之间的一些小的湖泊 把它连起来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这么一条运河 就是最早的运河 我们也常说这个古寒沟 是有记载的可考证的最早的运河 对对对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旁边的河道 基本上还是原来的这个河道的所在地吗 应该说这个是一个古河道 但是当然就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演变 它肯定不是原来的这个面貌 寒沟是中国最早开早的运河之一 同时也是最早有多不许料 明确记载的运河 扬州的运河起源于春秋时期 吴网夫差在长江以北 驻韩城开挖寒沟 连通长江与淮河 夫差曾通过运河率领大批军队 前往北方与诸侯会盟 到了西汉初年 另一位吴网刘碧开寒沟之岛 从诸宇湾向东通往海陵仓 在当时 这条运河之岛 也带动了沿县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了感念夫差河流碧对今天扬州发展奠定的基础 人们在古航沟与扬州古运河的交汇处 建起一座大王庙 与纪念两位吴网 这个就是两位吴网 上手的这一位是春秋时期的吴网夫差 这一位是汉初的祖和皇 吴网刘碧 一般来讲 一个寺庙里面的主神只有一位 他们是两位并逝的 把大王庙建在运河边上 也是因为两位吴网都开过运河 吴网夫差开了寒沟 吴网刘碧开了运沿河 都是扬州历史上早期的两条非常有名的运河 所以其实对于整个扬州城的发展 兴起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对 至此在清代康熙年间 他们已经被地方的老百姓 供奉为地方的财神 有历史明确记载的扬州建成史 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 吴国建设的韩城 距今近2500年 历史上这里曾经紧邻长江北岸 再加上纵横交织的河渠 有了这样丰富的水系 运河的贯通才具备了可能 设置组从宁波出发 沿着大运河一路走来 我们发现沿线很多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都与古运河密切相关 适宜的自然条件利于运河开走 城市临水而建 方便生活用水以及交通贸易往来 进而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我们常说河流应该就是 古时候的高速公路一样 因为可能某些地形上 走这个水路要比走陆路 要更加省力 它不仅省力 它是你如果从运输来讲 它的量是可以大的 你如果有四辆车 它不一定有一条船 装的东西多 另外它的运输成本低 船就是靠自然的锋利 靠人工的背欠 但总体来讲 是一个最经济的一种运输方式 航沟为千年之后 大运河的开凿起到了示范作用 自春秋以来朝代兴提 数千年间运河的开凿和整治 以及城市水系的调整 几乎没有停止过 扬州城清理学岸的城市风貌 源自运河 穿行在城市里 我们总能看到纵横交织的河道 它们或宽或窄 但都是互相贯通 正是这些河道 构成了大运河扬州段的水系 与交通网络 古航沟故岛 向东载黄金把 与扬州古运河交汇 延伸通向金航大运河驻航道 向西可以与大运河 世界遗产点之一的寿西湖相通 我们来到位于柳湖路旁的 红桥 这里现在是进入寿西湖 核心景区的南大门 顾老师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风景已经很漂亮了 在寿西湖的旁边 这个桥是不是也是一个 很有历史的桥了 在明代的时候它是一个木桥 外面是切成红颜色 所以叫红桥 红颜色的桥 后来到了清中期 就改成石桥 因为它可能通过量 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景点 红因为它是拱桥 像彩虹一样架在这 那我们身边现在看到 这个河道还是大运河吗 寿西湖是一样 就是大运河的一个支流 而且古代的城市水系和大运河 它是连着的 所以其实寿西湖的整个的水源 也是从大运河的水流淌过去 它现在还是活的 活水 红桥南盛曾是清代扬州 二十四建之一 随着扬州城市的发展 红桥已经成为市区 交通干道的一部分 每天都是车流熄攘 现存的这座红桥 是1973年在原址附建 我们看到 虽然桥体和桥面 都已经过现代的加古改造 但是这座桥整体上 仍然保持了古朴的风貌 这里在历史上 就是扬州西郊的风景区 承传欣赏 两岸的大壮景观 在游人面前栩栩展开 这一段就是长堤春柳 一个长长的河堤 沿着岸边 就是桃柳建植 就是基本上是三步一桃 五步一柳 到了春天的时候特别好看 柳绿桃红 桃花开得非常灿烂 而且远远看过去像甲类一样 我们所看到的兽序湖足体 包括它的延伸 延伸的部位 其实都是我们扬州历代的城隆 都是跟我们城市的水汽有关 桃柳依水 初入寿西湖的我们 陶醉在这满眼的绿意中 寿西湖是在河道基础上 发展成的园林 长堤春柳这一段 历史上叫做宝藏河 这里曾是扬州城郊 因为建筑空间广阔 再加上有水道连通城市 交通便利又野趣十足 扬州城里的大湖望族 纷纷沿着水岸 兴建私家园林与城郊别墅 明代晚期 这里就已经发展出了 从城中到此的游览线路 称为公共景观 在清朝乾隆皇帝数次下降的期间 扬州盐商们又沿河道两岸 密集地建造了一系列 四地展开的园林景观 乾隆南巡政府就组织大家 研商出资 过去大家是一家一家的 有边界 后来因为要把它变成一个整体 就可能要打破这样的一种 明显的标志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身边 其实看到的更多的还都是绿树 没有这个很明显的院墙这样的隔阂 它这个最后就形成了 叫两岸花柳全衣水 一路楼台之道山 乾隆年间人们对它的评价 就是虽是人造 晚日天开 虽然是人工的 但是看起来像自然的一样 这个就是最高妙的 在水道转折处 我们停船靠岸 来到了小金山 这也是一座园林 清朝乾隆年间 银商程志全 在寿溪湖西北 开挖莲花耿心河 挖河的土堆成了一座小山 成为寿溪湖地区地势的高点 与行船观赏不同 水岸步行则是另一番感受 伴着柳音的良意 我们不知不觉间 就走入了一座敞开式的庭院 从自然到人工 这样的过渡 让人无所察觉 这也许就是寿溪湖园林 虽是人造 万字天开的妙处 顾老师我们也发现了 其实扬州很多园林里面的 这个名字都很雅致 你比如这叫小金山 还有小盘古 虽然很漂亮很精致 但是特别喜欢用这样 这个小的这种形容 其实这个呢也反映 就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 这样一种谦卑的 这样的一种形态 像这个小金山 因为对面有正江的金山 所以我们呢就自甘其小 我们就称 我们是小金山 我们还有那个小琴淮 有南京的琴淮和 我们那个规模比他小 认为我们凡生的模样 类似于南京的小琴淮 韩玉写过送礼院归盘古去 我们现在有一个小园林 有这个盘古的这个意思 所以叫小盘古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其实还是向往着大的 但是呢有一颗谦卑之心 所以自称是小的 对 其实中国人呢 它的特点就是这样 它不是说这个小就是弱 其实是小中能见大的 小的当中 能看到你的这个大的情怀 能看到你的修养 小金山四面环水 它的面积约八千平方米 是寿西湖最大的岛屿 因为这里最适宜观赏水景 所以岛上的建筑 都是桥 亭 灌 台 小金山的最西端 是一道长堤 尽头就是寿西湖的著名景点 钓鱼台 我们现在其实是在钓鱼台上 但是最美的景致 在我们的身后 这一带正好是寿西湖的金华所在 它的东面是小金山景区 对面呢就是五亭桥和岩信寺 这个白塔 所以这个是杨州的标志建筑 其实我看到很多人 都喜欢在这拍照 因为刚好我们身旁的这个亭子 它也是采用了这个圆形的门 它就是框井 就是我这个建筑作为取景框 我一定要把对面的那个对景 框主 所以这样的话 它就非常美了 寿西湖首先 从它的文化遗产的类型来讲 它属于文化景观遗产 但是它又是大运河的支流 所以它这个跟大运河 有这样的一种关系 中国大运河是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 全线共有27段河道 58个遗产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寿西湖是其中少有的文化景观遗产 顾峰曾担任大运河联合深移办公室主任 全程参与中国大运河深移工作 在深移的过程中 中国深移团队不仅负责收集 整理汇总大运河各类信息资料 开展大运河沿线相关历史遗迹保护 还承接联合股教科文组织 深移事务考察等工作 那当时那些专家来到寿西湖 他们什么感受啊 这个当然对寿西湖 它的这个东方特质 作为西方的专家来讲 他很快就领约了 因为寿西湖特别中国 特别东方 特别具有美感 所以他们不只一次问我 就是你寿西湖 你的自备 是不是都是本地的植物啊 他们很关心这个 因为我们为了这个园林绿化 尤其像我们这个 四季分明的地区 他很希望冬天 能看到一点绿色 当然也会引进一些 其他的树种啊 一些花木的品种啊 但是文化遗产角度来讲 他们专家更希望 就是你是本地的树种 那我们如何去化解这个问题呢 其实这么多年来 社区也在做 一方面就是对于地面的铺装 尤其这个70年代 80年代就是水泥的 这个相对来讲 比较扎乱的这些材料 铺装做一些调整 另外一个就是对自备 有些植物就明显的 它是根据社区的气质 不系调的东西 它是要调整 所以这一块 就直接文化遗产 所以我们要做的 工作还是很多的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的组成部分 寿西湖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游览面积2.5平方公里的景区 蜿蜿蜒曲折的河道 串起红桥 长堤春流 小新山 白塔 莲花桥等名媛圣迹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水岸园林群落 莲花桥也叫武亭桥 它横跨寿西湖南北两岸 最初为前奴二十二年 两怀巡岩玉市高横 为迎接前奴皇帝游赏二建 这座桥由青石桥墩 及五座桥亭组成 作为桥来讲 五个亭子 俯瞰像莲花一样 有亭毅然 像翅膀一样 施工的基础也很沉着 很厚重 很扎实的 实际上就是从一桥上面 也支出出我们这个扬州地域文化的特点 就是南修百雄建二辈子 扬州最大的特色 就是园林 只是后来扬州因为 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的 毁灭性的破坏 所以这个园林 特别是我们西郊的 这个基群式的园林 这个群落被破坏 所以这个是蛮可惜的 当然我们现在留下来的 像这个寿西湖 就它这样的一种格局 它这样的一种气质 它还保留下来 所以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它的魅力 看到它的美 寿西湖的建设 从古至今一直没有中断 特别是新中国城里以来 寿西湖的大部分景观 都得到了保护和修缮 一些历史景观 如西春台 望春楼在原址修复 那像当时把寿西湖作为大运河的遗产点 这种考虑是什么呢 寿西湖从逻辑关系上来讲 它是运河的资料 而恰恰大运河 这个整个带状的这样的一个巨型的 这个货胎遗产 它缺少这个景观遗产 这样组合起来 对大运河的这个支撑它的价值 它应该说它是比较有利的 通过大运河的生移 主要的目的就是 能让大运河这样的这个遗产的价值 得到进一步的认同 虽然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但是大运河还活着 我们要让它获得有尊严 让它获得更好 而且是可以持续地 为我们的社会经济 为我们的城市发展服务 运河两岸多园林 远方的家大运河设置所 行至扬州 对于展现东方美的中国园林 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虽是人造 晚似天开 亲历素雅的寿西湖 不仅润泽着扬州这座运河城市 也让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大运河更加多丝多彩 沿着古运河 聆听大运河深移背后的故事 运河三湾 走进清水绿地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34集 水阔翻墙运河市正在播出 设置组继续和顾峰老师 发现扬州城的运河故事 我们来到城南的一江门 这里位于古运河 与小金淮河交叉口 是扬州城现存十多所谷城门中的一所 明清时期这里曾设立超关 向运河船只收取税费 附近逐渐形成繁华的超关码头 我们身边的古运河 是明清时期的河岛 更早期的河岛遗址 现在已经位于老城中 城市也是随着河岛的变迁 而不断拓展 这个河还是蛮坤的 过去这边是城外的 因为这个运河它又是运河 同时也建有城豪功能 因为那边就是城墙 您小时候有这个有关运河的记忆吗 小时候有啊 小时候比如说 跟着大人到运河边去洗衣服啊 上小学的时候 在运河边走了去抓蝌蚪啊 抓小鱼啊 是吧 再大一些就游泳了 实际上今天我们现在看不到船 但是看这个水流还有点急呢 对 它现在因为水还比较大 顾峰从小在大运河边长大 他退休前 曾长期在扬州文物管理部门工作 又全程参与大运河深移 他与运河早已写下不解之缘 古超关旁的这一小东建筑 就是当时大运河 临河深移办公室的旧址 现在是博物馆协会的办公地 中国大运河的一系列深移工作 就是从这里起步 顾老师 您应该算是整个大运河深移的见证者 您是从哪一年开始参与这个工作 差不多从2006年开始就结束 结束大运河的深移的相关的工作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大运河深移 其实在之前 郑潇西 罗泽文 朱炳仁 他们三位 年名写信给运河的18个城市 建议 联合起来 大运河深移 都已经过历大兴飞 再加上区域跨度大 大运河遗产整体保护工作繁重 需要有一个城市牵头组织 大运河深移工作 扬州与运河同生同长 扬州段运河不仅蕴含着 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 而且在当代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正因如此 2007年 扬州在其座竞争城市中 拖延而出 正式称为大运河深移先头城市 深移的过程 其实还是要满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他们的一些标准和评判的规则 在应对评判规则的时候 您认为最难准备的是哪一部分 因为中国这个国家 历史上也饱经战乱 再加上我们的很多建筑 它是土木建筑 如果得不到长期的修缮和维护 它的寿命是有限的 而恰恰就是从欧美 他们这个来讲非常重视 就是我们习惯就是讲故事 文字资料详实 但实地看不到 这一看就是很薄龙 最后提出来还是我们考虑 水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性 因为水工遗产 尽管历史上也有破坏 有替换 有这样的那个 但是水工遗产 它还能看到 它有些是残屈不全 它还能看到 它替换了它的位置还在 当然还有一个种重量大的 就是你要 你很多遗产点 修缮 这个遗产点的修缮 遗产核断的环境的政治 我们运河城市 依靠我们的体制的优势 发动群众来搞 时间不长 应该说成效是显著的 很多地方 连我们自己读 惊讶 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应该说专家对现场的工作 基本上是满意的 自联合教育文组织的人以来 像这样的巨型的 线性的活态的这样的一种遗产 等于这个还是没有有过的 经过多年准备 2013年 中国大运河深移文本 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遗产中心 并被审核受理 又经过一年的考察与准备 2014年6月 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 在卡塔尔首都多花召开 会上对中国大运河深移项目 进行评审表决 6月22号上月 这个前一个是韩国的一个项目 很快通过了 第二个就是 结果我们这个也很顺利 我之前准备了一个 就是罗正文罗老 在大运河深移之前 他是12年去世了吧 文物界的一些同仁 为了纪念他 就定住了一批黑色的T恤衫 当时就带到卡塔 我想就是开会 审议我们大运河的时候 我就穿着 穿着T恤衫来参加会议 成功了以后 也等于是让罗老能够一起在现场 说到大运河成功深移 回想起这其中经历的大量工作 顾老师对大运河深移发起人 罗哲文老人的怀念涌上心头 罗哲文是中国古建筑学家 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维修保护和调查研究工作 1985年 罗哲文等人在全国政协提案 参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申报 推动长城称为世界文化遗产 他还曾在2003年 以年近八旬的高陵穿越罗布坡 开展汉长城遗址 楼兰古国遗址的考察 那件被带到大运河深移现场的纪念衫 顾丰老师一直珍藏 每当回想起往事 顾老师都会拿出它 这件T恤呢 它这个是纪念罗哲文先生 因为罗老呢 他到哪儿挂一个相机 有的时候挂两个相机 他因为搞古建的 古建的 到哪儿拍拍拍 所以相机是这个符号 是他跟他的工作 完全就融合在一起了 这个就是为了纪念它 你看罗哲文 192012年 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拍摄过 长城的这个相关的纪录片 然后也总是跟着罗老师的脚步 走在长城城墙上 今天我们拍这个大运河 然后又来到这儿 又跟随着罗老的脚步来到这儿了 我看到您谈起罗老的时候 总是情绪有点激动 多年来从我年轻的时候 跟罗老就有交往 老一辈的这样的就是非常敬业 这个它始终是处在一个工作状态 这么多年 这个受到我们前辈的这样的一种 榜样的一种精神作用的引领 那么干这个工作 确实需要脚踏实地 无论做学问也好 无论是从事这样的文物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好 容不得你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懈怠和不负责任 今天也从您这儿 我们也感受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 其实做什么事情都要非常地认真 才可以得到一个好一点的结果 在顾老师的讲述中 我们感受到了罗哲文先生的运河申请 大运河申引的成功 来自几大人的不懈努力和坚持 从2006年到2014年的这8年间 30多座大运河沿线城市的人们 共同参与 让中国大运河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 由此人们开始进一步认识和保护运河遗产 同时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们 了解到中国这一延续千年 跨越数千里 至今依然充满活力的人工运河 扬州依水而建 远水而新 因水而美 设置组来到扬州市区南郊的 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 运河三湾景区负责人沈小梅向我们介绍 这里曾是扬州古运河 通往长江的主要水路 前些年 银河地带都是连聘的工业区 后来这里施行生态保护工程 现在 这里已经建设成为 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展示区 免费对市民开放 我们看一下这两张图片 您看到远方那个地标性的建筑了吗 实际上就是我们图上的这个房子 其实就是站在我们这个位置拍的这个照片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实际上是地处扬州古城运河的一个下游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这个地方集聚了大量的工厂 因为它的交通运输比较便利 淋着运河 我们是14年开始对这个片区进行了综合诊治 然后工厂和棚户区都进行了外迁 然后运河河道进行了诊治 现在就是您看到的这个南天绿水的现状 从这个样子变成我们现在眼前 看到这个样子中间经历了多长时间 从14年年底开始进行这个三湾景区的综合诊治 一直到17年9月份开园 应该讲就是历时三年时间 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 是的 现在这样大家会觉得完全回到了那种 非常美妙的自然状态 古运河三湾原是一条笔直的河道 因为地势南高北低 水流直写而下 当时的草船 沿船常常在此搁浅 原有河道在明朝万里年间被截止改弯 以增加河道长度和曲折度的方式 抬高水位 减缓流速 三湾就此形成 我们说的这个三湾三湾到底是哪三湾 你现在看到的博物馆那个是第一道湾 这个船只的北侧是第二道湾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眼前的这个是第三道湾 我觉得三湾大运河公园这个最好的地方 就是它好像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界线 与周边的环境产生一个很大的隔阂 周围联系还是很紧密的 对 对 事实上你现在看到的这些新的住宅区 都是这边原来棚户区的居民 他们现在住上了新的房子 而且离得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 其实也很近 我看到远处还有像这样的这个工厂 老工厂 那个工厂还在继续运行吗 那个已经停产了 这块我们未来可能会规划成一个工业遗址的公园 让这些工业遗存历史的记忆能够留下来 你现在看到前方这块空地 它未来是我们的一个大运河博物馆的一个配套工程 配套项目 我们会建设一个大运河飞移文化的这样一个集中展示员 可能我们会做一些飞移文化的展示啊表演啊 就是说未来可能说是让所有的人游客也好 百姓也好 能够真正地体验到这个运河文化的这么一个载体 水清草绿 在古运河水的滋润下 古运河三湾的河湾里已经形成一片生态湿地 因为这片水湾相对风比不受打扰 很多水鸟在此栖息 古运河三湾原有的运河湿地资源 已经被整体保护 成为占地3800多亩的生态文化公园 在公园的北侧外围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即将建成 未来 这里将设置中国大运河2500年发展史 运河沿线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知名运河与运河城市等专题 大运河这一流动的历史与文化 正在被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大运河在这里流淌了千年 见证了扬州的诞生成长和发展 而古人用舍值取安的智慧 让大运河在大地上画出了一条优美的曲线 这既保护了当时的传家 也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片生机勃勃的绿意 和珍贵的运河记忆 江都水利枢纽 滔滔长江水滋养运河两岸 我们江都水利枢纽 它现在也是我们国家南水比较东西的源头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大运河第34集 水阔翻墙运河市 正在播出 设置组继续在扬州的拍摄 前往位于扬州东部的江都区 这一带水网密布 从古航购的开湾 到历代古运河的书群改造 千百年来 大运河及其相伴的水利设施 一直发挥着运输 灌溉 泄洪等多种作用 位于这一区域中心的江都水利枢纽 是近年来新建的水利工程 周灿华是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管理处副主任 我们相约在水利枢纽西端的源头石碑处见面 周主任为什么把我们约在这儿见面 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一个特殊一的地方 源头就代表了我们江都水利枢纽一个特殊的位置 就是我们江都水利枢纽 原来最初的是我们江苏江水比较工程的一个起点缝站 我们也叫它是龙头工程 那么在国家南水北较东西工程 这个规划建设以后 它现在也是我们国家南水北较东西的源头工程 也就是我们的地基地基迸站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源头 因为苏北地区它是 历来也是叫干旱比较严重的一个地区 所以那么江苏在50年代后期 就规划建设我们江水北较工程 就是把我们的长江水能够抽到我们的苏北地区 江都水里枢纽工程 这是我们掉水的第一个泵站 江都水里枢纽 是中国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源头 也是中国最大的引江枢纽 工程主体位于金航大运河 新通洋运河 淮河入江水道的交汇处 南滨长江北连淮河 从1961年开工建设 至1977年建成 共经理17年 最终形成以四座抽水站 为主题的综合水里枢纽 它也是中国第一座 自行设计 制造 安装和管理的 大型泵站群 那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这边是什么水呀 横向的河叫新通洋运河 从我们江都一直到南通 那么这条河里实际上 我们泵站的抽水 我们是可以抽两个方向的水 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右手边 可以把长江的水抽过来以后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泵站 通过金航大运河 能够向北送 我们同时就可以用 通过这条河 就是把它的烙水 我也可以抽回来 抽到长江里去 也可以进去排烙 现在这个水位 是长江水位高一些 还是里面的运河水位高一些 我们这边的体积 还是比较明显的 就长江的水位 始终是低于我们运河的水位的 因为这个是 它是通过我们的工程 可以把它整个控制起来的 四座不同时期建设的 大型电力抽水站 依次排开 由岛屿相连 抽水站南北各有一条 饮水河道 周围由水渣环绕 形成沾渣相连的割局 通过模型 我们可以全揽 江都水里收入的运行过程 这次就连长江 这次就连长江 这次连长江 那这条呢 我们叫新通阳运河 就是像这个 我们说像东部沿海地区 是个输水的一个河道 这边我们叫高水河 高水河呢 就是我们这个 是接的是什么呢 是接的是金黄大运河去了 比如说我们要掉水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杂打开 打开了以后 我们冲过四座测水站 把水提上来 提到我们高水河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入金黄大运河 然后向北送水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我们这个我们要东引 就是我们向东部沿海地区 去引水 那么就通过我们这条河道 通过这个两个水杂 可以直接把长江水引过去 同时呢就是我们说 里下河去烙水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可以从那个地方 再把水给撤回来 撤回来一个通过我们的泵站 通过这个水杂 也就是把它排到长江去 通过不同设施线的组合调度 江多水利枢纽 可以实现泄洪 灌溉 排烙 引水 通航 发电 改善生态环境等多项功能 我们来到四毫抽水站 这是四座抽水站中 最后建成的一座 规模也最大 这就有很多的这个泵 这一个就是一组泵机是吧 对 一台 总共七台 我们现在看到的仅仅是电动机 正当的水泵在我们地面以下 这个这么大 这只是电机 对 电动机 水泵在我们脚下呢 水泵在下面 你看那个图上面 它就能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的购水的一个通道 就从左边看这个蓝色的 就是说这个水从那边进来 我们叫净水流道 进来以后它就转弄弯 转弄弯以后 我们这个泵它叫轴流棒 它的一个轴是正向的 下面是一轮子在下面 就是我这个电动机 带动这个轴 传到下面一轮以后 它转弄以后 它把水就是扬起来 然后通过这个我们叫出水流道 就是到上面去 我们一台基础 它一秒钟 它能抽三四立方的水 这个泵站就是一秒钟 全站抽起来就是210方 一秒钟就210方 非常有效率的 对对 它的吊水能力就很大 很强的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它是在运行还是 现在没有运行 就是我们的泵站是根据 苏北的去水的情况来确定 春夏还有秋冬季节也会有 就是夏天相对来讲 我们向北吊水的概率小一点 每年它这个雨季 都是集中在夏季比较多 那么这个是就容易 相对来讲水资源就好一点 那有可能 甚至还可能出现排漏啊 内漏啊这些情况 现在江东水利枢纽的四座抽水站 共装有大型立室 轴流泵机组33台套 装机容量55800千瓦 相应抽水能力能够达到 每秒500立方米以上 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的电力排棍工程 也是亚洲最大的泵站枢纽 江东水利枢纽 仅是苏北地区水利系统中的一环 在更大范围的工程图上 周敞华向我们解释了 以江东水利枢纽为核心的工程体系 及其多种功能的运行方式 第一个我们就是叫江水北调 就是把长江的水通过我们的四座泵站 然后通过金航大银河作为树水干线 能够沿线通过九旧泵站 机率提升 然后就是把长江的水可以北边 可以送到江苏跟山东交界的威山湖 这个东边我们可以送到我们连云港 解决我们这个苏北的这个去水问题 然后我看到这两个湖 然后现在也在闪 这是也是保证这两个湖的这个蓄水量吗 江水北调工程 它不简单是一个掉水工程 同时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水资源的 综合利用的一个工程 也就是我们为了减少我们的抽浆的水量的情况 那么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洪泽湖 洛马湖 比如说它这个夏季风水的时候 它可以把水蓄起来 天然蓄水 天然蓄水 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排泄洪水了 淮河的水有70% 通过我们这个扬州这个地方进入长江 江的水流程的功能 就是它是最后一道控制线 就是我们的有三周水渣 能够把这个控制住淮河的来水 包括下泄的流量 这样呢就是能够让 一方面能够让淮河的水 洪水来了以后我们能够下泄掉 同时呢我们在后期 我们还可以把它南蓄一部分水 就是在我们这个湖泊里边 让给扬州啊或者其他周边一些地方 这个解决这个迅河的这个用水问题 也就是军航大沿河它之所以能够长年的 那个通航 那么实际上就是于我们这个江水北调 就是我们一起去奔战 对它这个包括工程体系 对它这个水位的保障是非常重要的 除了江水北调 蓝蓄洪水 与保障运河通航水位 江都水里枢纽还能实现自流灌溉功能 打开江都西闸与江都东闸 就可以经过通阳运河 隐藏江水灌溉里下河地区 与苏北东部沿海地区 因为这一带地势相对低洼 在夏季降水丰沛 且集中的时候容易形成内涝 这时又可以通过同样的河网 反向抽牌烙水至长江 此外 江都水里枢纽 第三抽水站还兼有发电功能 如果上游来水偏多 雨水可以用来发电 我们现在这样去运用长江的水资源 会不会对长江沿线的这些 用水产生影响呢 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 合理的分布呢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这个长江的水 目前通过长江三峡工程调虚了以后 也就是即使我们在水量来得最枯的时候 长江来量最少的时候 它也有一万里方米以上 而我们目前调长江的水 抽长江的水调配的主要 也就是这抽了500个流量 也就是500个流量 跟长江这占了5%的样子 所以它在占的比例是很小的 也许我们看到了整个掉水的线路图 延绵了那么长 但是对于长江水来说 这只用了它小小的一部分水资源 对 而且我们解决了我们北方的大问题 包括我们的江水北调也好 还是南水北调也好 实际上就是它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就是能够改善我们沿线地区的 跟受水地区的生态环境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 利用已有的江水北调工程 从长江下游抽引长江水 利用大运河 给予其平行的河道 逐起提水北松 一路穿过黄河向北 进入河北 另一路向东 通过江东地区输水干线 到济南 烟台 微海等地 中国水资源北缺南风 南水北调工程 通过跨流域的水资源调配 改善缺水地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中国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 得到缓解 从古老的寒沟 到千年大运河 再到现在的南水北调工程 2500多年来 人们不断探索着人与水的关系 水利于运 水利于民 我们为古人的智慧所折服 也为今天的水利工程而惊叹